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的節目現場 這一段跟趙立哥來討論一下 這個最新的新聞 到底散戶投資人又犯了什麼錯 因為今天看到這新聞還蠻難過的 新唐又有投資人 散戶投資人 爆發違約交割 不少錢 四千萬 那創為這個違約交割 大概一千多萬 這些都是之前的強勢股 MCU對不對 不是缺貨嗎 漲價嗎 為什麼投資人常常都會去追這樣的股票 我們看下一張 散戶有個心理學 我們今天再跟大家講 通常一檔股票如果過去漲很高之後 跌下來你就會特別想買 這兩檔是長榮跟萬海 大家看 柱狀體是他的總股東人數 他的股價一路跌的時候 股東人數就會一直增加 大家就好便宜 好便宜 就一直買 一直套 萬海跟長榮一樣 都是股價跌的時候 股東人數大增 那一樣 你看最近這禮拜 跟上禮拜最長 就是台積電跟聯電 一直漲 股東人數開始慢慢往下降 聯電降得更明顯 聯電的股東人數也是大幅下降 所以散戶都喜歡什麼 股價開始漲就拚命賣 股價拚命跌的時候 就拚命的買 永遠都是這樣 他到底犯了什麼錯 其實我覺得 因為一般的投資人來講的話 其實有分兩塊 一塊來講 他很喜歡操作熱門的股票 因為他熱門的股票波動才會大 搞不好你買平板 開盤平板 像以前航語股在熱的時候 或者是中小型電子股 真的在飆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 開個小高之後 我往往都容易 吸引 吸引很多散戶進去 因為常常看他漲停 因為有的人看到漲停 就會很High你知道嗎 就是你追下去要漲停 然後衝掉 所以他就一直這樣操作 操作完了之後 他就覺得這個類股 真的是非常強 可是重點來了 總是會見到高點之後 開始回檔修正 可是因為他其實說真的 他在一開始操作的時候 理論上他有賺到錢 他不然他不會這樣子 可是當趨勢反轉的時候 他還是認為這樣子 結果就很容易賠錢 甚至於當趨勢反轉的時候 很容易跌停板 你知道嗎 當人氣退了 下面的買盤沒有 他又賣不掉 又擴張信用效益 所以我覺得 所以你是要提醒投資人 對 做熱門股可以 但是如果趨勢不對的時候 該閃的時候就要閃 對 然後重點是 一定要少量 我覺得你做熱門股真的少量 因為那種股票有時候 是因為氛圍的關係 所以你像剛剛提到的 你像創委那些 因為也是一樣 對不對 他也是最近也是回檔修正 因為MCU的部分 大概最近都回檔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盡量不要當衝或隔日衝 其實你應該把時間稍微拉長 用投資的方式 就是同資的觀念來操作 好 趙立哥給大家的一些建議 接下來 選股邏輯你覺得 對 沒錯 選股邏輯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報告 其實剛剛有提到 你比如說通膨壓不下來 所以大陸 這個是今天的消息 大陸PPI年真的9.5% 13年新高好 那重要的是 這個是PPI的部分 這個是CPI的部分 其實它的差距 就打8.7% 是數據以來的新高 它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的生產的成本 已經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這是廠商的成本 這個是消費者的售價 消費者的一個買價的部分 那差距越拉越大 就代表 其實他們買的東西來講 生產者沒有辦法 把售價一直提高 你知道嗎 所以消費者物價指數 才會維持在低檔 假如真的 中端的售價是拉起來的話 那當然對生產廠商來講 它是有利的 所以你是說廠商沒有辦法 把價格轉嫁出去 對 沒錯 有很多的部分 或者很多的廠商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新聞 是不是這樣 說下游的部分來講 有一些毛利真的會被稀釋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是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最近有一些的 一些投行的看法 其實對於這一塊 慢慢的會越來越 聲音會越來越大 因為稀釋的部分 就是說它的獲利會越來越出現 減少的一個情形 好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假如說以這樣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 有一些東西你要看 比如上游的部分 有漲價的題材 另外的就是一些新經濟的題材 這是播客下最新公佈 他們的資產配置 對 它的配置的部分 當然大家也知道 古神巴菲特之前買的 不外乎就是金融股 傳產股等等這一些 其實當然播客下 有了合夥人之外 就是說新進的合夥人的部分來講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兩個位合夥人都比較年輕 大概還不到50歲 對 當然也一定是巴菲特同意 不然怎麼 對不對 他也不敢說真的去大買 你看科技股的比重 既然占了44.5% 比他以前愛的金融股 30.3%還來得多 所以我覺得 假如連股神巴菲特的 不過從一個基金來講的話 其實他都擁抱了科技板塊 對 我覺得你可以去挑選一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科技股的一個板塊當中 當然最近來講的話 其實金融代工的部分 非常的一個火紅 你說金融代工 這些的一個目標價 高盛台積電喊到1000 1000年114 然後世界先進 能喊到200 然後聯電喊到19 對不對 這些目標價會不會來 說真的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些目標 所以你到賢買金的目標價這麼高的 其實都有一個邏輯 就是你明年的EPS 要比今年成長 這個是必定的 你後年的EPS 基本上也會比明年成長 所以他是一個 從現在開始到後年的預估值 他都是成長的一個架構 所以他給他的目標價 目標價只是用本益比的概念去 所謂的一個去換算他而已 所以這個法人用本益比 來評估目標價 到底好不好用 待會後面阿格利會有一個教學 對 有本益比 河流圖等等 你可以看過去的本益比的一個角度 當然另外的一塊來講 所以金元三雄的部分來講 我想大家這個地方會是盤面上 很重要的多方的一個指標 為什麼 因為他的未來的一個漲望 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沒有疑慮的 因為產能的滿載 因為金元代工價格的一個調漲 至少以現在的預估到明年下半年 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所以股價才這麼的強 所以金元三雄 你覺得都OK是不是 我覺得OK 可是現在來講 我覺得台積電相對上來講 他是最重要的 如果現在空手的人 以空手 假如這三檔股票 台積電排第一名 我覺得台積電排第一名 第二名排誰 第三名排世界 因為他的PE等等相對上來講 因為天花板就是台積電的PE 另外一個 就是在所謂no flash的部分 就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其實中興也鬧出手槽 那造育創新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造育創新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是80倍 這麼高 對80倍的本益比 那造育創新做什麼 其實造育創新 跟台灣的 旺宏跟華邦店做的東西 大致上雷同 一個就是no flash的部分 另外的他當然也有做MCU 其實他跟華邦店更相似 華邦店的新唐也做MCU的部分 造育創新有做MCU 另外一個才是CMOS的部分 所以想說何況造育創新 其實他是一家類似IP的廠商 他並沒有自己的晶圓廠 他是下單給中興國際 對 中興國際等等 其他的大陸的一些晶圓代工廠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並且他的一個 所謂的no flash的產能 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慢慢的有挪移到 所謂的MCU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假如說 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你不管是旺宏或華邦 其實相對上來講 是可以留意 所以no flash來講 我跟他報告 假如旺宏跟華邦店 這兩個加一加 其實所佔的全球的產能的比重 50%以上 所以 那他們就有定價權 當然他有定價權 所以我覺得你說華邦店 對DDR4有定價權 完全沒有 那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華邦店是全球最大的no flash 那旺宏是全球車用no flash最大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其實大家因為看到那些報告 對DDR4標準型的記憶體會怕 所以開始好像覺得這些 這兩個東西完全不一樣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空運跟海運跟陸運 有一樣嗎 都有個運 都有個都是運輸 可是空運漲行 貨櫃會一定漲嗎 不一定 國內的鐵路運輸 還是那些一定會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還是有蠻大的不同性 那你看一下華邦店 no flash的全球龍頭 立基型的DDR1 no flash等等 SLC內的Flash等等 第二季的獲利 歷史新高毛利率42.2% 其實42.2% 真的是非常高 我們講真的 你說台積電也才50% 你看一下 你做個no flash 再加上新唐的貢獻等等 你的毛利率就已經42.2% 你真的想像不到 其實華邦店的毛利率 既然會跳升到42%以上的一個水準 其實旺宏的毛利率也很高 也大概今天是這樣 明年來講價量會期 其實我覺得又持有新唐 大概有時候 所以我個人覺得 其實現在的no flash這些股票 像華邦店 像旺宏 我想之前我們在這邊有講過聯電 那時候聯電很多人也看不好他 說什麼未來怎樣子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no flash 就產業面而言 其實跟所謂的 那時候的金元代工是一樣的 因為no flash從目前來看 應該到明年的報價 理論上調漲 應該都沒有太多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技術面一下 我看一下 看一下技術面的部分 你看一下其實我覺得 對 看技術面的一個部分 你看到這個地方 從今年初到現在都在整理 你看對不對 都是整理的架構 那你看一下聯電 好 我們再打一下聯電 好 他之前在整理 其實我覺得現在華邦店 就是類似聯電在這個地方 就是整理這麼久 就是在整理區就對了 對 你等到大家慢慢的發現完之後 發現no flash真的不錯的時候 其實股價就會上來了 我個人覺得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低點是那個 對 就五月份的時候 大摩那時候報告 美林調降的時候的報告 所以連續跌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種今年EBS 應該有3.5塊以上 甚至於挑戰4塊以上 再加上新檔 所以我覺得是有機會 好 那另外的 下一檔呢 對 下一檔量比較小 不過這個就是新經濟的部分 就是說我要跟大家報告 當然我不是叫大家去買 而是說其實巴菲特的 新經濟的概念就是這樣 比如說像616的 一個晴薇國際 他的最大股東 就是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是現在台灣電信當中 對低軌道衛星最積極的 唯一只有他 中華電信在做這個低軌衛星 對 沒錯 低軌衛星的部分 電子地圖的升級 要進入所謂高清的地圖 然後導航軟體 自駕發展 你現在好來 那你看一下 去年第二季跟今年第一季 跟去年 今年第二季的營收跟毛利率 你看去年第二季是這樣 三十九 五十一 今年第一季 今年第二季 EPS的部分 去年第二季是負單季 那是虧錢的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這種有中華國際的加持 低軌道衛星的 其實我覺得這種股票 相對也值得來 那我們看一下股價位階好了 對 沒錯 我們看一下XQ的部分 對 你看他也是一個 上來之後 那這個地方拉起來之後 我覺得這種股價應該 會有機會 來呈現上攻的一個走勢的 對 他現在的量也慢慢出來了 對 量也慢慢出來了 那其實剛好拿回來整理 其實這種就是 所謂新經濟的股票 因為不管低的軌道衛星 或者是未來的 所謂的一個自駕車的一個部分 其實都需要用到 所謂高清地圖的一個部分 好 非常謝謝這個 趙立給我帶來這個以上的 個股範例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同樣的問題要問一下 穆華哥現階段的選股邏輯 好 選股邏輯 結果給大家四個族群 是 就所謂的有力族群 有力族群 這個整個多方有力族群 偏向有力當然就吃一集 那偏向不利呢 大家就考慮了 那這不利的族群 當然就是最差 這很像你上次教大家 看外資報告有沒有 沒錯 buy strongbuy那種感覺 對 這是屬於比較strong的 基本上這四個條件 就是所謂的上肥下壽 大家可以看到 外資為什麼盟買軍員代工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他們的利潤率 不斷地在提高 營收不斷地在增加 而且有漲價的體財 武林我說了算 因為基本上所有IC設計公司 都得聽他們的 那另外ABF版 還有IP版 ABF版真的很缺 大概缺到二零二三年 都還在缺 那IP相關的股票 最近四星KY表現得相當強 今天還漲停 另外偏向有利的 就航運鋼鐵水泥金融 我認為是第四季 還有機會的 因為他們有的是整理很久 有的已經是跌身了 那基本上航運 我們一直在講 他們的自由現金流量 賺了非常的這個 很多現金 所以說大家不要去看 但這個 還有這個第四季 可能有行情的族群 那偏向不利的話 就是部分IC設計 已經是被砍得皮皮麻麻的 一些族群 前面我們剛剛講 已經有人違約交割了 對 那不利的族群 就是所謂商用或消費電子 終端產品 終端產品 下游的 終端產品是什麼 現在是爹不疼娘不愛了 被漲價的族群 景氣如果不好的話 相對終端產品 是第一個受害了 那同時他們又缺料 然後運費又高漲 所以說相關的成本也在上升 所以我認為 這是一個最不利的族群 那我們看一下孟大哥 點到的幾個範例 讓大家做參考 當然第一個就要講聯電 因為聯電 10月份還能再漲價 而且現在產能是用競標的 大家都知道說聯電現在目前 法人已經看今年的EPS大概4塊 然後明年甚至上看5塊 所以說你在用一個 合理本益比去評估的話 為什麼剛剛講說 這個外資的目標價紛紛出來 其實他們就是用 他現在EPS跟未來的EPS 去做一個合理本益比的評估 這一檔是聯電 那營收的部分 可以看到最新一個月的營收 再創歷史新高 187.9億 然後洪家沖 就聯電的董事長也喊出 今年聯電的營收 兩千億沒問題 全年兩千億沒問題 兩千億沒問題 代表什麼 代表史上最好的一年 所以說明年聯電 還有可能營收再繼續往上衝的話 那當然為什麼法人 尤其是外資 一直加持這些股票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的透明度高 還有一些呢 就是中小型電子股 其實講實在也不是外資的50 本土投信的50 所以他們也不會去碰 就大概是這樣子一個 淨味分明的形態 另外我們再看下一檔 世界 各位可以看到 世界毛利率超過四成了 這個毛利率上到四成的這個 晶圓代工股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世界跟台電 台積電 是兩家公司 同一個集團的 同時各位可以看到世界 他的EPS 今年上半年已經來到將近三塊了 那我認為世界今年下半年的EPS 往這個三塊半四塊走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說今年全年的EPS 會是去年的大概double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 EPS double的一個增長 在伴隨毛利率 還有機會再往這個更高的 一個位階衝的話 當然法人特別會關愛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族群 好 非常謝謝穆華哥 再來這個現階段的選股邏輯 讓大家做參考 那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從我手上的報告講起 因為很多的法人報告裡面 有一個必用的股價平價模式 待會兒阿格莉來教你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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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